好 来看澎湖国际海上花火节 上周盛大登场 23号晚间以来第二场花火活动 没有想到众所瞩目的迪士尼 无人机大秀很多人期待 因为强阵风被迫起伤 现场传出民间无人空拍机掉落 还砸伤了孩童 以及火烧红桥的意外 五彩缤纷的烟火绽放 盛大璀璨 点亮夜空 2023澎湖国际海上花火节 第二场花火活动在24号晚间登场 然而迪士尼无人机秀却被迫临时取消 因为风力高达六级无法飞行 即20号开幕式英语取消 万众瞩目结合迪士尼百周年庆 每场次动员至少700架无人机的大秀 依旧无缘与游客相见欢 官方无人机秀喊咖 没想到却有民间玩家 造成使用无人空拍机意外伤人 根据了解 晚间8点50分左右 有大台的遥控空拍机高速冲过现场 来回至少两次 紧接着突然失控坠落人群 砸伤了孩童头部 而伤患也紧急被送往 部立澎湖医院包扎伤口 私人的无人机飞行造成这个讯号可能有乱掉的一个情形 所以他飞出这个场外碰到那个电线有掉下来 然后砸伤了这个几位游客 长达十分钟的烟火秀绚烂精彩 但烟火残余的灰烬 却意外引燃吸引红桥上的炮烛碎屑 消防人员也紧急出动扑灭火势 今年澎湖花火节一波三折 不但无人机秀迟迟无法登空 更传出火烧红桥 以及民用无人机砸伤人的意外 旅游处也将追究后续责任 记者综合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